中明路是台中跨区交通要道 这人车往来频繁 但是北区路段仍然是老旧的试容 路面破损再加上人行道斜坡 这路数破坏路面等等 难有安全的道路行走 医院陈文正就积极争取了 7500万的经费 大翻新中青到西屯路段的中明路 总计大约有1.1公里 台中北区中明路两旁 人车路易不绝 7楼提满车辆行人难以安全通行 而且车流量多又快 对那我觉得如果能做人车分道是最好的 早期开发的北区试容老旧 人行道还有小坡度 甚至路旁种植的黑板树 数根延伸 破坏了平坦路面 变得凹凸难行走 加上中明路是重要的跨区干道 常年没有翻新 不平稳的路面 开车骑车相当危险 已经很久没有在做那个道路更新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其实整个人行道的行走空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失去到原有的功能性 但是我相信大家现在看得到 这一段如果做完之后 对于我们旧市区的整体的景观 我想有绝对有一个提升的效果 为了改善市容 一人陈文正争取震设局 以及中央经费 预计花费7500万 要将中明路大翻新 从中青路到西屯路段 约1.1公里 破址路面重新跑铺 也加换为三公尺的人行道 更换树种 帮助人车顺利分道 维护安全 老旧的管线破裂 那不断的在挖掘路面 其实对于民众的生活 其实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做路面 更新的时候 我们特别跟自来水公司 我们来商请他们 将这一段的旧有管线全部更新 更新完之后 我们再来做 我们现在看到了路数的清除 我们之后会改值 比较不一样的树种 那再来再做人行道的翻修 海郡很好啊 这样很好啊 对老幼更好 因为老人家他走路 有一些 他比较没有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 人车分道是很棒的 杜端老旧水管一并翻新 设施共感 来优化设施 美化市井 从去年年底开始 分段施作 预计一年要带给 钟明露全新面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